望着船者满是无奈 24岁的林小姐在私立医院担任放射师 入行薪水4万元 加上轮班津贴可达5万 看似比普通上班族高 但今年她只加薪300多元 且可预见未来很难有太大的成长空间 只能利用休假时间发发船单增加收入 我们是每增加一年年支 然后我们的点数是会往上调的 可是那个点数的话是一点点 然后今年的话是增加大概300多块钱 然后还有就是基本起薪有调涨 可是因为医疗业本来就比基本起薪来高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调涨的状况 然后加上通膨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会觉得自己的薪水越来越薄 然后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每一家医院几乎都有调涨一点点 然后今年我们医院也有调底薪的4% 但是也就是 这好像是很久很久以来调整的一次 我们的工作是要轮三班的 然后一进去虽然是4万块 就是比一般的社会新鲜人来得高 可是再加上轮三班可以有5万 可是就是调涨的幅度很有限 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样子 就是天花板就是那个样 可能有人会觉得 我们肚子已经北一般的累高了 那怎么还要要求一些有的没的 对 但是因为轮三班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然后而且我们也是国考的科系 但是出来之后却就是顶就是那样了 而且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是在医学中心 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薪水 如果你是在诊所或是小医院 有可能你的起薪就只有三万多块 对 然后像我同学在诊所的话 他就是一个月三万六这样 用流利的英文介绍产品 30岁的曹先生前一份工作 任职本土企业 薪水三万出头 没有定期调薪制度 三年前跳槽外商公司 薪水一下子冲上五万多 让他感到与其等待被老板看见 不如换个舞台争取曝光 那之前是待在所谓的本土企业 那本土企业其实 他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营育模式 那尤其是在薪资调整上面 其实每一年他不会去做固定的一个调薪 所以当你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的薪水大概三万块的话 你大概一年两年三年 你就是在这个三万块的任局 那我当时那个三年的期间 大概有被调整一次的薪水 那当时公司的这一个趴数是说 大概三趴左右 所以大概一千元的一个涨幅这样子 那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三年后 我想要让自己的薪资还是有一点提升 我就毅然决然离开原本的公司 到新的公司去这样子 那也刚好新的公司的这个机会 它是外商公司 所以它愿意给我的薪水是比较好的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离职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目前的话就是说 我之前有提到说 目前大概是五万多块钱 公司也是会每年做调薪 那大概是四到五%左右 这是公司原本的一个制度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上班族面临职场压力 超过七成来自于加薪南 其次为起薪低 工时长 升迁慢 以及工作机会少 更有九成上班族对薪资不满意 创六年新高 对于520即将上任的准总统莱清德 有近八成上班族认为 新政府应该优先解决的 就是薪资长期停滞不涨 其实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有超过九成以上的上班族 对于自己的薪资 是不满意的 那其中呢 平均最长三年十个月 上班族都没有获得加薪 甚至有三成以上的上班族 其实有五年的时间 已经没有获得加薪了 那么有进一步询问 对于上班族来说 职场压力最大的部分 在于哪一些呢 上班族也表示 他们认为加薪困难 起薪太低 工时太长 升迁困难 还有工作选择少 是让他们目前感受到 职场压力最大的部分 那至于520新政府即将上任 我们也询问了上班族对于新政府的期待 那有79.2%的上班族 希望新政府可以优先帮忙解决 薪资长期停滞的状况 那另外接下来 他们则是希望政府可以帮忙 抑制一下过高的房价 物价电价 那另外呢 上班族也有表示 他们希望政府可以立法 要求有获利的企业 要必须帮员工加薪 还有同时他们也希望 政府可以修订一些符合时宜的 新版劳基法等等 这些都是上班族对于新政府的期待 确实其实根据了主计处的公布 去年总体薪资 其实平均是倒退的 大概呈现负成长1.04%左右 那也创下了11年以来的新高 那也表示说 尽管基本工资已经连续8年调涨 而且政府也已经通过最低工资法 将来每一年都要调涨 根据物价的部分来调涨薪资 但是目前因为通膨CPI的数字 持续的居高不下 也因此把上班族的实质薪资给吃掉了 因此上班族会有钱不够用 这样的状况发生 调查也指出 有超过六成上班族 曾经为了提高薪水而跳槽 且平均可以增加6075元 此外有20.8%上班族 曾以预离职要求加薪 其中只有5.9%加薪成功被未留 3.8%加薪失败但被未留 11.1%加薪失败因而离职 记者离职会台北报道 问老师 摩瑞 不 订阅